一年的所有的年曆 當然這樣你可以改寫一下 裡面比如說你可以在 增加年曆裡面的行事曆部分 也可以再控一下 比如說控一個控擺列之類的 將來可以填一些資料 那這部分完成之後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我的需求是希望 可以針對這個範圍裡面 包含A2一直到 這個L32的範圍裡面 我希望可以把禮拜六一個格式 禮拜天一個格式 那這個部分要怎麼做比較快 剛剛講過 當然有幾個方法 比如說你可以 一個一個慢慢改 但是當然是笨方法 最笨的 最聰明的做法是 用那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那設定格式化條件 我剛剛有大概帶到 就是 你可以新增一個規則 這一招的話 其實應該配合什麼 配合函數 那函數部分的方式呢 因為在這個地方 請特別注意 它原來是這樣的一個選項 我們把它改成什麼呢 使用公式來決定 要格式化哪些儲存格 這個方法可以配合什麼 配合 函數來使用 不過這個地方呢 這個函數的使用 跟在資料編輯列上面有點不太一樣 第一個 沒辦法 插入函數 自己要打上去 但是打的函數 跟上面的函數 實際上是可以相通的 OK 那 再來就是說呢 當這個公式 條件成立的話 你就可以給它一個格式 比如說禮拜六的話 我希望 這個 我的字 比如說我的字的話 是一個 禮拜六 禮拜六是綠色好了 比如深綠色的字 OK 然後呢 底下填滿的話 是一個 淺綠色的 底 字 跟 大概就這樣子 一個深綠 這樣這個部分 你各位可以填 試 試情況再調整一下 沒關係 OK 填一個 淺綠的 然後一個深綠色的字 OK確定 這個是格式 那 詞是什麼 如果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是A2一直到L32 那理論上 我們的詞 這個範圍 我不是A2到L32 而是取一個什麼 取一個左上角的詞 取一個左上角 當成是我們的基準 就可以了 以A2當成是基準 其他的話呢 會跟A2一樣 OK 那我們 公式就這樣下 等於什麼呢 等於 不過他沒辦法 自動完成 你必須要自己打上去 那個函數叫做什麼 weekday 前面還有用過 weekday 然後呢 刮鬍之後 以哪個為基準 以A2為基準 特別說這個範圍的左上角 A2 如果A2 他的值等於多少呢 等於 禮拜六應該是多少 美國人的觀念 7 如果 weekday A2 等於7的話 特別說這個公式 本來應該放在上面的 只是說把這個公式放到這邊來 如果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那就格式化 這樣子 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 做出來 有沒有 很方便吧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要一個範圍 如果那個條件成立的話 給一個格式 用這個方法最快 而且不用寫程式 如果你要寫程式也可以啦 只是寫程式 寫滿多東西 才可以達到一樣的結果 OK 第一個就完成了 第二個 我們要做什麼 第二個就是格式化一樣 再增加一個什麼 設定格式化條件 禮拜天 禮拜天要做什麼 禮拜天的部分 禮拜天一樣 如果格式條件是 等於weekday等於 1 美國人觀念 所以 我特別強調說 以後完weekday就寫 美國人觀念就可以了 OK 那格式化是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給他一個 顏色是紅色的字好了 那底色的話是一個 淺紅色 一個淺紅色 粉紅色加上一個紅色字 最後看到的按確定之後 就會有個像這樣的格式 那他的條件是 就這樣按確定 公式 格式 確定 馬上做出來 OK 當然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每個顏色 你當然都 都可以變更了 不過這裡我們是 提個sample 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很快就可以格式化 出我們要的結果來了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格式化 OK 畫面先還給 各位以下 好 好